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那么,九尺到底有多高呢? 按照古代的度量标准,一尺就是二十七厘米,那么九尺就是两米多了 可见,在古代这样的高度,绝对在对战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在三国时期几乎是无敌的存在,过五官斩六将,炎梁本丑都对关羽毫无办法 手中的青龙眼月刀重量超82斤,能够挥舞如此重量的武器 可见,项羽的对战能力不是盖的 如果对上项羽的话,绝对不在话下 虽说不能立敌,但是对战绝对没问题 展开权文第二位,吕布关羽既然能够上榜 那么吕布也不在话下 作为与关羽同时期的三国人物 吕布的作战能力应该在关羽之上 毕竟马中是土,人中吕布,这句话也不是盖的 伦克人战斗力,吕布应该排名第一 他的武器是方天化剂,坐骑便是赤兔 不过相比关羽,吕布太过于满腹 属于有勇无谋的角色 在面对刘关章三人的围攻,吕布依然能够游刃有余 可见他,他的能力不容小事 不过俗话说得好,是人心是天下 吕布被称三性加奴 在兵办之时,也是强倒众人推 最后被曹操给杀死了 毕竟西才如命的曹操 如果不是太看不起吕布的为人 势必会重用此人 这就是吕布失败的地方了 第三位,李存孝 这个李存孝是晚唐时期的人物 他是何相与齐鸣的人物 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王不过相,姜不过李 里面的相说的是就是相语 而李便是李存孝 关于李存孝还有一个称号 那便是十三太保 或许大家都听说过吧 这个李存孝有多么牛逼呢 我们来说一个事情吧 大家肯定听说过吴马分尸这一刑罚 行刑的过程就是用绳子绑住犯人的手脚 以及头颅 然后鞭打马匹 直接把人给撕碎 可是如此恐怖的刑罚 却对李存孝没办法 这是怎么说的呢 在李存孝出现之前 王艳章可以说是无人敌 可是强大如王艳章的人物 在面对李存孝 连一个回合都没有过 就被打败了 然而这样的英雄人物 却因为反剑技 最终不得不选择投降 谁又能想到 这个王艳章在李存孝投降之后反悔了 翻脸不认人 李存孝被判处了吴马分尸之刑 可是行刑过程中 无论士兵如何鞭打马匹 就是拉不动李存孝 结果吴匹马反而被李存孝给拉回来了 在场的人无不惊奇 最后把他的手筋和脚筋挑断了 才完成了这一刑罚 其实在冷兵器时期 出现的英雄人物可不止这么几位 毕竟没有数据作为对比 我们也就只能进行猜测来说明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欢迎留言讨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